早餐店开门准备营业少不了一瓶瓶薄酒乳 有的还附赠玩具成为小孩的最爱 不过行政院消宝处抽查 22件薄酒乳竟然有将近一半不合格 其中知名品牌国农被发现含有食品添加物 按照规定只能称为乳饮品 但包装却标示为薄酒乳部分商品 因此遭下架 另外还有星光牧场牛乳以国内农场名字注册商标 但用的却是国外奶粉混淆消费者最严重恐怕会撤销商标 除了调味乳最吸引小朋友的还有附赠的玩具 但是抽查却发现包装上不是没有中文标示 就是没有批号抱眼记录 有的甚至还有树花季超标 因为小朋友会买这个是因为有玩具 后来就都喝些奶了 没有注意但是就不要买了 如果知道这个状况就不买了 买一般的牛奶啊 就是一般有牌子的牛奶 有问题我们就不会买了 对此国农表示产品确实适用生乳制造 才会标示为薄酒乳 但会全力配合政府调整商品 希望不会再造成误会 记者柠檬茶万千华台北报导